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件时有发生 日本人在美国街头被勾打 日本商店被打砸 这些愈演愈烈的反日风潮 却经常让在美国的中国人遭殃 因为他们分不清楚二者的区别 在美国人眼中 中国人和日本人在相貌上并没有区别 为了避免误伤 很多中国人在胸前挂上我是中国人 不是日本人的牌子 狡猾的日本人 其中还包括日本间谍 马上现学现外 美国政府为了警醒命中 在时代杂志上列出了十条简单实用的办法 能够迅速地分辨出二者的区别 首先 从身高体型上区分 中国人更高 平均在一百六十五厘米以上 中国人的身高 尖宽 臀围都在日本人之上 而日本人只有一点五五米 外形看上去短 粗壮 像个铁球 在日本人之中 除了香铺 很少有肥胖之人 这和他们的日本料理的少油滴之有关 中国则恰恰相反 由于当时生活条件不好 中国人很少有肥胖的身材 除了身高体型 还可以从五官相貌上区分 日本人两眼之间的距离明显更近 五官也更为集中 相比之下 中国人的五官就显得落落大方 看上去更加亲切 让人容易接近 他们走起路来 不乏急促 好像有什么急事 中国人则不态不急不慢 悠哉悠哉 只要掌握这些方法 美国人就能一眼分辨出二者的区别 日本人虽然能在胸前挂我是中国的牌子 意图蒙混过关 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岂是而等短时间内能够模仿出来的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